翻翻範圍棋先前惹出不少风波 后来就嫌少现身于演艺圈 睽違1926日他正式宣布将回归歌手的身份 并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演唱会 对此翻翻笑的时候自己其身忐忑 也非常紧张 但又相当兴奋 有一种很久不见重要朋友的感觉 担心自己准备的不够好 会让大家失望 最后也是要说 自己喉咙跟手每天都很痒 因为每天都在喉小孩 许久没有开工的他 刚回到工作岗位时也非常不习惯 甚至还认为 怎么会有比带小孩还要难的事情啊 此外他也透露说到 演唱会的主题是我们之间的事 歌单绝对就是有关我和身边所有人的歌曲 自己觉得是没有遗珠之憾 又具有惊喜的地步 而目前正在筹备新作品的他 也说到希望可以在演唱会前 推出新歌曲 表示好歌就像生小孩一样 要靠缘分不能够强求